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纺制药的真相 纺制药是与品牌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 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药品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 主人公就是为了活命,拯救白血病病友 做起了印度纺制药的独家代理商 被病友们誉为药神 这部电影让很多人认识了纺制药 而放眼世界,纺制药已经占到了 全球药品市场近90%的份额 它的广泛应用也被誉为 21世纪公共卫生领域最伟大的进步 但纺制药真的能做到物美价廉吗? 很遗憾,本书作者凯瑟琳·艾班 经过十年调查得出的答案是做不到 至少对于相当数量的纺制药来说 价廉并不等于物美 艾班是美国的资深调查记者 财富杂志的撰稿人 他对于伪劣药品、美国中央情报局刑讯 以及枪支贩卖等问题的深度报道 在新闻界屡获大奖 2008年起,艾班多次收到美国患者爆料 投诉仿制药的无效和不良反应 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当时美国市场上有六成的药品都是仿制药 如今已到九成 这些仿制药绝大多数生产于美国之外 其中40%产于印度 而印度正是美国乃至全球仿制药最大的生产国 艾班辩访举报人、美国药监局调查员、医务人员等 共240余人 并梳理了美国药监局数千页的机密文件 本书共有28章 艾班在书中展示了印度曾经的仿制药巨头兰博西 和其他的仿制药企 如何在各个环节伪造数据以次充好 让不合格的仿制药流入市场 他也描述了美国药监局在监管上的种种漏洞 以及富有良知的吹哨人 如何冲破重重阻力举报要起的不法行为 本书出版于2019年5月 入选纽约时报当年100部值得关注的图书 也是2020年豆瓣最受关注的 十本社科技时类图书之一 有读者说 这本书应该叫做《印度没有药神》 它揭露了没有有效监管的仿制药 其伤害性与假药无益 下面我们将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第一 印度仿制药如何崛起 又是如何造假以次充好的 第二 对于造假行为 美国药监局为何难以监管 第三 仿制药行业的现状如何 先说第一部分 印度仿制药如何崛起 又是如何以次充好的 要说仿制药 得先了解品牌药 品牌药也叫原研药 指的是原创的新药 品牌药研发成本极高 一般要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 人体临床一二三期实验 然后经四期临床放大实验 证明疗效准确 安全可靠后 才能向市场推广 仿制药则是仿制 已被证明有效的品牌药 省去了大量的研发成本 因此价格也更低廉 在一开始 生产仿制药并不合法 但在1970年 印度率先立法规定 仿制药企 只要在复制品牌药时 更改一下配方步骤 就合法了 从此 印度开始大规模仿制 国际上的品牌药 20世纪初 印度仿制药 因其在抗击艾滋病上 发挥的作用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并得以迅速占领 监管严格的美国市场 艾滋病 于1981年 被首次发现于美国 之后 这种疾病 就在全世界迅速蔓延 非洲是重灾区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 每天就有5000多个非洲人 因艾滋病死亡 更糟糕的是 患者吃不起药 当时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 叫齐多夫定 是一家美国公司生产的 每个患者 每年要在这款药上 花8000美元 这对于大部分 艾滋病患者来说 无异于添价 而一家名叫西普拉的 印度制药公司 早在1993年 就研发出了 这款药的仿制药 售价只有品牌药的 十分之一不到 每个病人 每天只要花2美元 等到了2000年 吃不起药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当时全世界有 3400万艾滋病患者 其中只有4000人 吃得起品牌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美国的社会活动家 和慈善组织 联系了印度的西普拉公司 在媒体、民众 以及克林顿基金会 无国界医生等组织的呼吁下 品牌药企放开了专利权 小布什政府斥资150亿美元 购买了西普拉的仿制药 送往非洲 这批药在购买前 获得了美国药监局的审批 西普拉在非洲的表现 也帮印度的仿制药 逐渐在美国打开了市场 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就让仿制药合法化了 当时由于品牌药昂贵 美国患者也经常面临 买不起药的困境 药企则因为很多人买不起药 无力可图 决定停产上百种品牌药 这就导致患者无药可用 1984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药价竞争与专利期限恢复法 原先美国药监局规定 即便一款品牌药的专利期已过 仿制这款药 也需要重复品牌药起 大规模高成本的临床实验 重新证明这款药的安全性和功效 但是 这部法律通过后 仿制药可以省去这些实验和研究步骤 只要证明自己的药与品牌药之间有生物等效性即可 门槛大大降低 从此 仿制药在美国大步发展 30年间市场份额从10%提高到了90% 但对于印度的仿制药 美国患者一开始并不认可 觉得它的品质与地摊货无异 但在抗艾滋病的运动中 西普拉的仿制药获得了美国药监局的批准 这让美国患者开始把印度仿制药 看成物美价廉的选择 问题是价廉并不一定等于物美 仿制药巨大的利润空间 让一些药企动起了歪心思 仿制药的利润能有多高呢 美国药监局最早的仿制药事务部门主管 曾经这样形容 只要把原料放进混料桶里 再打开龙头 流出来的就是黄金了 而且 美国药监局设定了先到先得的规则 又进一步抬高了仿制药的利润空间 这个规则允许第一个向药监局 提交仿制药申请的公司 在获批后的六个月里 以接近品牌药的价格独家销售仿制药 六个月后 其他仿制药竞争者才可以进场 促使药价下跌 这更使得仿制药企业趋之若鹜 在规则生效的第一个月里 药监局就收到了一千份申请 面对雪片般飞来的新申请 药监局应接不暇 没有足够的人手验证真伪 而这就给了仿制药企数据造假的空间 这些造假的企业里 就包括了印度曾经最大的仿制药企 兰博西 兰博西有限公司 创立于1937年 是第一家获得美国药监局批准 为美国市场上生产产品的印度药企 2004年初 兰博西在全球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是美国市场上成长最快的 国外纺制药生产商 并计划2012年销售额达到50亿美元 成为全球前五的纺制药公司 时任CEO马尔文德·辛格 是有着印度商界的皇室之称的 辛格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 兰博西的崛起 吸引了一批海外的印度裔化学家 回国效力 他们往往饱含梦想 希望用所学帮祖国做出好药 却失望地发现 兰博西的成就建立在造假之上 这其中就包括迪内西·萨库尔 萨库尔出生在印度 在美国读书 曾在某品牌药企工作6年 管理自动化实验室 2003年 35岁的萨库尔接受了兰博西的邀请 举家搬回印度 担任兰博西的研究信息 与组合管理主任 他想让兰博西成为 21世纪印度版的辉瑞 但萨库尔任职后不久 就发现在这家药器里 合规和标准只是空谈 比如敏感的药物成分 被员工随手塞进冰箱 放在披萨旁边 公司的科学家大多数时候 都找不到自己一年前创建的文档 更无奈的是 公司拒绝透明的工作体系 不愿数字化 因为这样就方便领导们 在应付检查的时候修改和补签文件了 从品牌药公司跳槽来的人们 觉得这里像是一个 只凭一两个人的喜好 来管理的王朝式家族企业 兰博西在经营投入上 也有以次充好之嫌 萨库尔的上司也是从美国回来的 他只干了一年就辞职了 走的时候 他跟萨库尔形容 我仿佛在试图给一辆 时速将近100公里的汽车换轮胎 到处都有问题 特别是预算数字 2004年总预算 应该在2.25亿美元的开发成本 实际上只有1亿美元 钱省到哪里去了 让人不寒而栗 2004年7月 萨库尔来了新领导 库马尔博士 他原来是英国知名药企 格兰素史课的高管 也很快就发现了 兰博西不对劲 他让萨库尔带着手下 彻查公司的整个产品线 一位法规事务部副主任 提醒萨库尔 兰博西的肆意妄为 管理层都很清楚 这位副主任说 一切都控制好了 如果你把它挖出来 也没有意义 你只会被公司开除 萨库尔不相信 他以前的公司 即便存在违法违规 也是在操纵股价 或证券欺诈的问题上 品质是药企的底线 他们在药物品质上 不敢有丝毫马虎 但兰博西显然没有这个底线 萨库尔的团队经过数周的调查 确认兰博西的造假是体系性的 公司操纵了生产过程的几乎每个环节 能快速制造出漂亮数据 确保盈利 造假链条是这样的 首先在公司高管的受益下 科学家们会将高纯度的药物成分 替换成低纯度的 以节约成本 在检测药效时 他们会修改检测参数 放宽标准 让杂志过多的配方也能通过 在给药监局送审时 为了生成最佳结果 他们还会把品牌要买来磨碎 装进自己的胶囊 代替公司的药物接受检测 他们送审时 也有跨地区造假 比如把某个市场上的最佳检测数据 伪装成另一个市场的 上交审核 整个生产制造过程里 文件造假无处不在 链条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做法 兰博西的生产标准是 不出事就行 萨库尔和同事们还发现 兰博西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档 和公司档案普遍不符 药品品质最好的地区 是美国和欧洲 只有50%到60%的文件造假 印度则是100%造假 因为印度监管者根本不看数据 要通过印度药控局的审批 只需要良好的人脉 而这正是兰博西擅长的 马尔文德辛格的祖父 当年在做大家业时 就是玩人脉的高手 印度的商业社会 是基于政府确定配额 颁发行业执照和许可证来运营的 马尔文德的祖父当年就精通许可证制度 他善于结交高层人脉 拿下各类许可证 并且阻挠对手获得许可证 最终依靠高利贷生意迅速致富 马尔文德显然继承了祖父钻营的手段 并把它用在了仿制药上 在几周的反复调查后 萨库尔把结果告诉了上司库马尔 震惊中的库马尔又将这些结果 浓缩成了一份24页的PPT 在公司董事会上进行了展示 库马尔说 我们在40多个国家出售的 200多种产品数据中 都有为满足业务需求而编造的成分 他建议将所有问题药品召回 重新检测 报告结束后一片沉默 一位董事问 就不能把数据都藏起来吗 最终CEO马尔文德下令 销毁这个PPT的所有副本 还把制作PPT的手提电脑也拆毁了 两天后 2004年10月 库马尔在加入兰博西四个月后辞职 随后萨库尔被开除 他也只在兰博西工作了22个月 而兰博西则继续向美国市场 提供大量仿制药 更可怕的是 这种在生产环节 以次充好 宋审环节处处造假的剂量 在印度仿制药体中并不罕见 后来 在美国药监局的仔细排查下 多家大型的印度药体 都有一样的造假流程 药品的真实检测报告和上交宋审的 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此外 还有其他乱象 比如药企发现药品中出现杂质时不上报 而是继续在市场上销售 美国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在视察一家印度的胰岛素仿制企业时 看到一些药品里出现了黑色颗粒 这些黑色颗粒 是一台机器内部损坏的加热线圈 这个进入人体可能导致死亡 更普遍的是卫生情况堪忧 在印度 很多制药厂的工人自己在生活中 都用不上厕所和自来水 让他们坚持国际的无菌生产标准 其实是不可能的 美国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发现 制药厂里时常是混乱且遍布污垢的 有一家工厂的样品准备式的窗户 被外面的垃圾堆顶着 关不上窗 室内飞满了苍蝇 一个负责调查印度药企的工作人员 在工作20个月后 甚至被种种乱象 刺激到头昏 晕眩 患上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 我们讲了印度纺织药产业如何崛起 纺织药企如何通过造假 把质量并不合格的纺织药 投入到市场中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 在各个国家 药品要上市提供给病人 都要经过该国有关部门的监管和检验 美国药监局的标准更是较高 这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药监局看不出来 放任不合格的纺织药进入美国呢 第二部分 我们来讲美国药监局的监管难题 美国药监局成立于1930年 它的作用是确保食品 药品 医疗设备 宠物食品能够安全使用 美国药监局有员工近2万人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审批核准 和监管食品药品等的生产过程 按理说 制药企业生产环节的每一步 都要进行记录和随机检测 在美国本土 美国药监局有一整套严格的检查体系 去审查整个生产过程 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可以在任何时候不打招呼 就去药厂和药企进行检查 而且他们想查多久就查多久 甚至可以在对方企业 驻查长达一年 哪家生产商如果不能 或者不愿配合调查 可以勒令其停业 但这一套审查体系 根本无法用于美国之外的制药公司 理论上说 每一家为美国生产药物的工厂 药监局都要尽量每两年视察一次 但实际上 由于人手有限 愿意去海外工作的人更少 而积压的国外药厂的申请数 却在快速增长 这些海外药厂 每将近十年 才会被美国药监局视察一次 此外 美国药监局在海外的原则 是不起冲突 免得外国政府卷入 引起国际事件 因此 为了表示友好 美国药监局会在视察的几周 甚至几个月前 就通知对方 在海外 美国药监局工作人员 也没那么遵守审查纪律 他们在美国国内 和被视察方 不能有任何经济关系 一杯咖啡也不能喝 海外则不同 往好了说 也是浑水一潭 被视察的公司 会安排接待 帮调查员 订交通和酒店 甚至承担调查员和家属的 旅游购物费用 所以视察 时常沦为了走过场 就拿兰博系来说吧 美国药监局 不是没有管过 但以前他们派的是 一个印度裔的调查员 原则上 为了防止腐败和妥协 不能派人去他的家乡 但因为很少有调查员 愿意去海外 只能派了这个 印度裔调查员回去 这名调查员 跟印度药企的关系很近 跟公司高管 保持着密切的电话沟通 经常放公司一马 甚至调查报告 也是把草稿给公司过目以后 才正式上交药监局 如果公司保证 能改正他看到的问题 他就觉得合格了 对兰博系的检查 他上交的从来 也都是合格报告 这样形同虚设的检查 实际上蕴藏着巨大风险 药企是逐利的 高标准 无菌化生产 会抬高成本 为了多赚钱 他们倾向于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监管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 药品质量就可想而知 连印度纺制药起最基本的 卫生问题 也是在兰博西事件 引发突击检查后 才发现的 美国药监局在海外 不可能实时监控 而在海外的知情人 如果想举报 也很难 从兰博西离职后 萨库尔经常彻验难免 他知道 兰博西生产的可能是毒药 他应该制止 但印度文化 重视顺从权威 轻视公平 在美国 爆料的员工 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印度的法律 并不保护爆料者 举报人 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就在 萨库尔在兰博西工作期间 印度国家公路管理局的 一个项目主管 因为揭露了项目的严重腐败 被人开枪 打死在路边 而萨库尔面对的 辛格家族 势力强大 为解决家族内部矛盾 他们甚至曾花钱 雇佣帮派暴徒 2005年8月 离职10个月后 良心难安的萨库尔 还是决定瞒着家人 发了匿名举报邮件 给美国国际开发署 世卫组织和6名 美国药监局的官员 起初的半个月 这些邮件仿佛 石沉大海 绝大多数没有回复 偶有回复 也是说已收到之类的 失望之下 一个月后 萨库尔加了更多 举报材料 直接写信给了 美国药监局局长 这次 药监局的合规部门 才开始认真地 和他打交道 因为害怕 被兰博西查出身份 经过反复确认 萨库尔才敢跟 药监局官员 开电话回忆 在举报了14个月以后 才同意见面 失去了兰博西的工作后 萨库尔一家 只能靠积蓄度日 几个月后 萨库尔才在美国 找到了新工作谋生 收入大不如前 他住在出租屋里 吃着麦片和沙拉度日 而妻子带着一对 年幼的儿女 独自在印度生活 辛格家族 以威胁他人文明 因为怕被辛格家族报复 萨库尔为在印度的家人 雇了一名保安 每天24小时 在家门外执勤 家人不知道 萨库尔怎么了 觉得他日益变得陌生 神神秘秘 忧心忡忡 在收到萨库尔的邮件 不到两个月后 美国药监局 调查了兰博西的主要工厂 其中一家工厂 名叫帕奥恩塔萨西部 2006年2月 两名调查员 对他展开了6天的检查 即便兰博西 提前进行了精心准备 调查员仍然发现了 患者写给药品生产方的 投诉不被受理 原始数据经常被丢弃的问题 而且有两台冰箱里放着上千件 没有标签的药物样品 公司高管说不清这是什么 6月 美国药监局发出警告函 暂停了来自帕奥恩塔 萨西部工厂的药物审批 随着调查的深入 2007年2月 美国药监局的刑事调查员 冲入兰博西的美国总部 带走了5T的数据 超过3000万页的文件 从这里面 他们发现了大量违规行为 包括编造数据 编造药效 被发现的一份 写着真实药效的文档 直接在封面上用粗笔标注 不要交给美国药监局 2007年10月 药监局调查员 何塞·埃尔南德斯 得到了其他 兰博西员工的举报 再次视察兰博西的主要工厂 发现了未经批准的原料 还发现兰博西暗中更改配方 以及抄袭别人数据的证据 兰博西就像一艘漏水的船 一位美国药监局调查员形容 我调查毒贩多年 从来没见过有人 这样公然藐视法律 即便被查出了 种种造假的证据 兰博西却并没有立即受到重罚 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认为原因有四点 第一 难以找到触犯法律的铁证 对于全球性的违法行为 美国药监局最重的处罚 叫做申请诚信政策 这条政策自1991年制定以来 只对四家企业实施过 根据申请诚信政策 美国药监局可以停止审批一家公司的所有药物申请 直到由公司聘请的外部审计员 确认其数据合法合规 但是 药监局实施申请诚信政策的前提是 必须有其违法犯罪的铁证 2009年 美国药监局本以为铁证在手 打算对兰博西进行申请诚信政策的制裁 被自己的律师劝阻了 律师们反问 哪里有规定说 不能把药物放在没有报备的冰箱里 也没有任何书面条文规定 企业一定要永久保存数据 这些都是兰博西在法庭上 可能质疑药监局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 美国药监局发现一家兰博西的工厂违规 就叫停这家工厂的药物审批受理 但美叫停一家 兰博西就会在附近开一家新的 再去重新申请 而要否定这家新工厂 需要新的调查证据才行 这沦为一场全球性的打地鼠游戏 每次药监局在兰博西发现欺诈行为 都会小范围实施监管县令 而欺诈行为又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来 第二 药监局的腐败和官僚作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曾爆出仿制药丑闻 发现药监局官员 接受了仿制药公司的贿赂 对其申请做出了有利的结论 为药监局工作的律师 也常常和被调查的企业关系复杂 例如蓝博西案中 药监局合规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律师 和蓝博西的代理律师 是前同事关系 他在处理蓝博西的问题上 态度就非常消极 这位律师还在2008年药监局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记者说 美国药监局没有证据表明 蓝博西已生产的产品是有问题的 采取的调查是前瞻性措施 这句话让蓝博西 抵挡药监局调查有了借口 而在另一起诉讼案中 代表患者起诉的美国药监局律师 在打了一年半的官司后 跳槽去了被起诉的纺织药企出任副总裁 这家纺织药企生产一种抗抑郁药的纺织药 很多患者投诉它 让人产生自杀倾向和癫痫症状 一对美国的医学专家夫妇认为 美国药监局对纺织药的定义过宽 比如允许纺织药和品牌药的药效 可能存在上下45%的差异 他们连续五年举报该纺织药 直到第五年 药监局才发布调查结果 将这款纺织药撤出市场 这对夫妇形容 我常常觉得我们在像一口 很深很黑的井中扔石子 无论扔多少枚都始终听不见水声 药监局调查和执法过程的缓慢低效 不是个例 2008年起 就有患者举报一款透析时使用的甘素 会影响患者生命 甚至已经有人为此丧生 这是一款纺织药 但药监局对它的调查持续了十年 直到作者写书的2019年 美国药监局关于甘素的网页上 仍表示在持续积极的调查中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美国已经离不开海外纺织药公司了 出于人工场地成本的考虑 物美价廉的海外纺织药生产 占据了美国市场的主流 美国本土甚至已经很少有量产药品的生产基地了 而仿制药的价格也使得美国患者 对它产生了很强的依赖 在这个背景下 药监局也倾向于对海外仿制药宽容 比如 即便在调查兰博西期间 对他药物的审批仍然没有停 因为不少品牌药的专利期快要过去了 如果不批仿制药 患者会无药可用 举个例子 2011年底 治疗高胆固醇及关心病的品牌药 利普陀的专利期即将过去 利普陀是医保药 美国政府每年要为其支出25亿美元 此时 兰博西的利普陀仿制药申请 已经在案头 一群参议员写信给美国药监局局长 说只要仿制版上市稍有拖延 美国人每天就要多支出1800万美元 最终 药监局批准了兰博西的这款药 他在接下来的半年里 就给兰博西赚了6亿美元 第四 美国对国际关系的考虑 也导致美国药监局在海外的监管口径较松 一次 兰博西的新工厂在审查期间 美国药监局得到举报 说兰博西把真实数据 转移到了15英里外的一个仓库里 调查员们如果突击检查 就能抓个正着 但这个要求被药监局的多位领导否定了 原因是 美国和印度的卫生部门正在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做法会破坏外交努力 直到2010年 美国的检察官们才向兰博西的律师 提出了32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这距离萨库尔写第一封举报邮件 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 最终 2011年底 经过讨价还价 兰博西被处以总计5亿美元的罚款 和没收财务处罚 这已经是对纺织药公司征收过的最高罚款了 但除了罚款以外 没有一个兰博西的高管需要负刑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 缴纳罚金的并不是控制兰博西数十年的辛格家族 2008年6月 就在兰博西陷入调查尼闹中时 狡猾的马尔文德·辛格把这家公司卖给了日本要企第一三贡 他隐瞒了所有被调查的信息 当日本收购方有所怀疑时 就说是竞争对手的造谣诬陷 最终 马尔文德和他的家族 从这次收购中套现20亿美元 全身而退 第一三贡则因为此次收购支付了5亿美元的罚金 2012年 第一三贡对马尔文德提出欺诈指控 四年后胜诉 裁定辛格家族赔偿5.5亿美元 而这只占他们套现金额的四分之一 作为举报人 萨库尔从5亿罚金中获得了4800万美元的赔偿 他得以终结自己漂泊动荡的举报生活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因为美国民众对仿制药的依赖 国际关系的制衡 药监局自身的官僚化等原因 即便拿到了很多证据 美国药监局还是花了七年时间 才完成了对兰博西的查处和惩罚 2014年 急于摆脱烂摊子的第一三贡 把兰博西借卖给了印度纺制药企太阳药业 兰博西这家公司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对于整个纺制药行业来说 兰博西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 第三部分我们就来看看 整个纺制药行业的问题有多严重 作者发现印度纺制药企业的造假已经是行业性的普遍行为 有一个叫亚利山德拉·格莱姆的非洲科学家决心改变非洲的用药状况 他在产业链完整的印度开了一家纺制药公司 按照国际标准去生产高质量药物 但很快发现这只是个神话 即便工厂坚持只以高标准生产药物 却无法保证向他提供有效成分的印度上下游公司 会遵守同样的标准 而且遵守标准很昂贵 赚不到钱 投资人们纷纷离他而去 2016年格莱姆关掉了公司 他总结 目前这个环境对于品质没有奖励 如果按照规矩办事你都活不下去 业内人士估算过 整个纺制药行业如果实行精密的管控 会使成本上涨25% 令人担忧的是 兰博西的被查处 非但没有遏制行业造假之风 反而让兰博西的作风扩散了 比如 2013年 一位前兰博西化学家跳槽 去了美国知名药企和纺制药企业麦兰 负责帮麦兰收购一家印度的纺制药企业 不久就有麦兰的前员工 去美国药监局举报这位化学家 说在他的领导下 被收购的印度纺制药企业 已经成了一个数据作假中心 做法比兰博西还更近了一步 不仅伪造数据 删除数据 还让记录真数据的电脑系统崩溃 永远查不到 对于这些行为 麦兰总部也没有严查 用前员工的话说 是容忍欺诈 与此同时 美国的医生们 也越来越多地察觉到了 纺制药的问题 2007年 心脏科医生哈利·利福发现 自己的几个患者 在服用肝素后 出现了血小板减少的症状 药物没有应有疗效 一些患者本来稳定了病情 换成某款纺制药后 症状重新出现了 他搜索总结出了 可疑药物的生产商和工厂所在地 其中一家就是兰博西 他发现 大多数问题药物 都是印度生产的 这些药 因为与正常标准的药例不同 会危及患者生命 比如 一粒品牌药的药效 可能要三粒仿制药才能实现 到底多少需要碰运气 利福根据患者的临床反应 列出了一份黑名单企业 不让医院再购买 这些企业的仿制药 另一位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 也遇到了类似情况 因为仿制药的排异反应 很可能会导致心脏移植手术的失败 在一位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 因服用仿制药差点丧命之后 这位医生要求他的患者 只用品牌药 但更糟糕的情况 还是在非洲 因为只有十分之一的非洲国家 有有效的药品监管机构 乌干达的医生就发现 很多药物的有效成分 经常不到标签声明的一半 这么低的浓度下 药物基本上是无效的 治不好任何一个患者 有医生说 说实话 我们都累了 今天是麻醉药失效 明天是投包驱松出问题 后天又是阿末西林 非洲医生的做法是 一种药不行就换一种 再不行就加大剂量碰运气 很多医院都储存了一批 所谓的高端药 要么是品牌药 要么是高质量的仿制药 而一旦用上品牌药 患者就会立刻好转 2013年12月 为了打击印度仿制药企的造假行为 美国药监局在印度 废除了提前通知海外企业的视察方法 印度成为美国以外 唯一一个美国药监局调查员 不打招呼 就会上门调查的国家 这个项目被称为印度试点 结果这使得大量违规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下 调查员连续公布了483项发现和多封警告函 41家印度工厂生产的药物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一位调查员吃惊地在报告里记录 这里苍蝇太多数不过来 但整治没能持续下去 印度仿制药企和印度政府 不断通过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 对美国药监局进行游说和施压 更重要的是 大量仿制药工厂被禁止进入美国后 导致了全国性的药物匮乏 尽管仿制药风险依旧 但患者已经离不开它了 而美国药监局自身 除了面临的多重压力 他们的经费也依赖于审批药物的数量 药监局靠政府拨款运转 而每年的拨款额度 取决于他们批准了多少药物申请 如果仿制药企业大量出事 能审批通过的药物就会大大减少 药监局自己的生存经费也随之锐减 逐渐地 药监局开始削弱视察力度 淡化调查员的发现 2016年底 美国药监局跟印度的监管者和企业开了会 决定结束印度试点 以后的视察还是会提前通知企业 在印度政府这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只有当初的举报人萨库尔还在争取变革 他努力与印度卫生部部长对话 希望对整个纺织药行业做出改革 但对方没有搭理他 2016年 萨库尔开始起诉印度政府 指出印度四分五裂的药物监管体系不仅无效 而且违反宪法 他和律师以公益诉讼的名义 将请愿书递交到了印度最高法院 三个月后被法官驳回 之后他开始重新申诉 本书2019年出版后 作者又接触到了许多新的举报人 本书在印度出版后 也连续数周排在销量榜第一位 很多印度读者给作者来信表示感谢 因为他们早就怀疑自己吃的许多药物不合格 而美国人一方面怀疑海外纺织药的品质有问题 另一方面也因为新冠疫情而担心美国药品会断供 已经在关注在本土上重建制药生产基地的议题了 作者说 谁也无法否认那些优质仿制药带来的好处 他们能救命也能创造奇迹 然而 如何在维持仿制药低成本的同时 鼓励高质量的生产标准 依旧是个难题 仿制药的真相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